来看一下一个范例 就是逻辑判断部分 逻辑我想之前我们有用过类似的 就是在VBA里面一样有if 它会有一个叫else 然后如果除此之外的话 它有个else if 不过在Python里面它拼法不一样 在VBA叫else if 可是这边叫else if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其他都大致上雷同 OK 那我们大概我先demo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 一支城市 它可以判断说我输入年龄 如果是在 这个18岁到30岁之间的话 那就青年 18岁以下未成年 31到65的话就壮年 那反之的就是剩下就是等于是老年 OK 所以如果今天假设这样执行 请输入年龄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输入15岁 Enter 它会给我一个未成年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今天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是输入35岁 Enter 壮年 OK 但不过这个年龄大概不一定 如果65岁 现在以前65岁大概就已经是老年了 可是现在因为可能现在医疗比较发达 所以65岁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这个range 我们只是说大概 所以这个h你可以自己再变更一下 那城市该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去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我可以把它输入的资料 放到一个变数里面去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你必须要学会什么 学会一个叫input的东西 OK 那input的特别注意 所以我今天第一步按右键 一样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other的module 拿module的名称为主 我取名字叫h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会容易出问题 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module的名称叫h 结果这个变数的名称也叫h 我之前好像有遇过同样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我会照着它两边混淆 那搞不清楚到底这个h是一个变数呢 还是一个模组 所以尽量名称不要取一样 我记得我有出现做过那个错误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我要让人家输入资料的话 第一个 这个h 假设等于input 刮虎请输入年龄 然后呢 后面再一个后 这样子 不过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让人家输入资料的话 可以用input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65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放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理论上我输入的是一个数字 可是问题经过input 它会自动帮我转成什么 65的自串 也就是input 它进去的东西呢 是一个自串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哎 既然你输入是一个自串 那可是我将来要做逻辑判断 我一定要是一个数字才能做逻辑判断 所以我这个后面可以加int 把它转换了 把那个65岁的这个自串改成65岁放在h里面 接下来的话我要做逻辑判断 特别注意哦 如果他是小于18岁的话 输出未成年 特别注意怎么写啊 if一样空一格 后面的话请你加一个逻辑判断 ifh 这个再来的话呢 就关系一样 如果他小于什么 小于18的话 后面记得哦 在vba是一个zen 不过你可能要把zen改成什么 改成mode就可以了 ifh 小于18 那就帮我print什么 print一个未成年 特别注意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在那个python里面 特别注意你写成这样子哦 是错误的哦 记得哦 这个一定按个tape 也就是说呢 你在vba里面 其实vba有下一阶 跟没下一阶 其实都可以执行 可是在python里面哦 他这个阶层 是城市的一部分哦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给他阶层的话 很抱歉 你这个时候执行会失败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如果 其他的部分的话 假设没有的话 比如我今天只有写到这里 执行 如果我今天执行输入是19岁的话 已经是成年 你会办法print会怎么样 没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的条件 没有在小于18 所以不会执行未成年 所以跳过 跳过之后就等于什么都没发生 除非说呢 你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15岁 他就会输入未成年 所以接下来的话 当然除非说你在这边加一个反之 else 然后else 特别是有 在VBA里面是这样做ok的 可是在python 记得加一个冒号 enter print 比如说我今天就print print 反之就成年 这个就输入成年 所以刚刚是一重逻辑 现在变成两重逻辑 所以我今天输入了什么 19岁 刚刚没有 enter 成年 这个是所谓的两重逻辑 那多重怎么做 其实这边说 多重逻辑其实跟那个 VBA还蛮像的 其实有点像什么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只是说什么 前面加一个el就可以了 el 这样就可以 只是说 再来我要判断什么 如果说我要是18到30岁之间的 是属于青年 18到30之间 那怎么做逻辑 特别注意 el if h怎么样 大于 等于 18 可是要在哪个区间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什么 and 而且 它是大于等于18 所以这个是18岁以上 假设这个是18 然后这个是30 以下 那我交集了 所以用and 这个中间的区间是我要做的 那后面怎么写呢 特别说 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复制过来改比较快 Ctrl 先按住拖拉 假设 假设 假设H 小于等于多少 假设30好了 那我就把它改成青年 青年 这样的话呢 这个区间又出来 青年 好 那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30到65 是壮年好了 那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 再复制 Ctrl 或是按拖拉加Ctrl 键 然后把它改成大于等于 这个应该就是30是包含 所以应该是大于等于31了 因为如果你假设这边打30的话 它变成什么 或者干脆大于多少 大于30也可以 你就不要等于大于30 而且呢 小于等于多少 65好了 OK 假设这样 那这个就是壮年 打错了 壮年 那再来的话就是老年 因为你会发现 它有点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 就是说18岁以下的 这已经被用掉了 再来这个区间 这个以上 这个以下 也用掉了 再来这个以下 这个以上 也用掉了 剩下来的 那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以上 就壮年了 有没有 那就是什么老年 OK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多重判断 所以执行一下 这个应该60岁 那应该是壮年 OK 没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几个重点 一 input 一定是字串 所以一定要转型 如果没有转型 会出错 第二个逻辑判断 一重是这样子 两重是else 多重的话加一个l 我是直接把这个复制 拿来前面加一个l 就可以了 好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如果做完 其实你们也可以改的 请输入乘积 那如果是什么 假设是a的话是80分以上 b的话是70分到80分之间 c的话是60到70 不几个就低 这个之前在VBA里面有写过 其实你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写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